另外在北斗的住美快速道路 過年前有回收車 東西百無案 落整路影響交通 另外在高雄共産 有萬有高速公路的路段 有車量是落鐵片去海到後面車農到 警方就強調說 哪再哪落這款行為 上當會發萬八塊 一台在住完回收的車 才吃進 經過北斗住美快速道路 不過因為後面的東西 沒有百貨車 車駕駛吃進 東西是沿路一直流 後面再來車看到光景線很危險 後面再有警車經過 聽到環保局的另外來清 所以要通知兩歲數據高漢 以法會規範大 以通知到愛 如果看到道路會落東西 高速公路也在這裡出現 東西落來造成後面車順暢的情形 根據統計 去年一年 高速公路就發生 真有車子 東西落來的情形 落來的東西包括車的東西 更條更皮 像在高雄工産就有不明的車量 在車流量很大 國土建國急路路段 有鐵皮落來 後面的一台火車 外流後又噴起 撞到另外一台車 造成這台車的第一棒損害 本大隊將調閱該路段 CCTV影像及ETC門架資料 進行比對追查該調路車輛 並通知車主答案說明 警告強調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主法條例 那時車出在東西落來的背景 可以發3,000到1,000倍 後又告訴你 如果在東西的時候 東西的保護好洗 也要點了保養車 必然出問題 記者綜合部讀